好现在呢我要讲的就是说 这次的作业里面呢 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同学都会 就是我明明这一段是讲RigiBuy的 到最后都用SmoothBuy 所以呢 这边呢这个RigiBuy呢 我上课是教这种RigiBuy 就是基本上是 他在 选到这个头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呢这个 怎么去看他是RigiBuy呢 Window里面的去找 GeneralEdit里面的ComponentEdit 然后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会有个RigiSkin 然后现在如果说我现在选他的Vertex 选几个点 你就会看到这里有这个参数 就是代表说他其实这个是RigiBuy 但这个SmoothSkin里面你可以看到都是0 所以其实这个都这个根本不是SmoothBuy 但大家都 不知道为什么搞不清楚 所以我这边录影讲一下 这个其中作业你要做的时候 这边呢我先把它做detached skin 那因为这个其实你们在Buy的时候 因为我要示范给你看 所以我才需要做这件事情 这就是说你的那个模型呢 如果要重新BuySkin的话 就必须要先做onBuy onBuy完以后呢 你这边可以看到他的骨架就不会再影响到这个皮肤了 那我们这边呢 现在选到这个你想要控制这个头部模型的关节 先选到这个关节 然后用select hierarchy 他就选到下面所有关节 每根都选到 你可以按快速键F 可以看到这些关节都是选到的 那接着呢 现在徐凡子不放选到这些这个头的模型 这边呢做skin BuySkin 那BuySkin的时候呢 joint hierarchy要用selected joint maximum influence要改成三 这个是这个意思其实是那个 呃你选到的关节 然后每一个点子受三根关节影响 然后这边做apply and close ok所以这边呢他其实就可以跟着动了 好 那再来呢是你到时候因为你身上这些地方 你还要BuySkin 所以我必须要先跟你讲一下啊 呃 如果你在BuySkin出到出现问题的时候啊 因为我们其实这一次是只有头部 所以你应该只要这样做就可以了 但是呢你如果那个BuySkin以后发现问题的话 呃 发现一些奇怪的问题啊 像这个都还好 好 我看一下啊 这边在向上方向键 动动看 也都还好 OK Ctrl Z回去啊 好 那我先讲一下就是你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 比如说像是呃 这里好了 试试看 哦 这里有问题啊 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是呃 结果是错的嘛 对不对 那我们要去处理权重啊 权重的话呢 大概就是呃 一定要把它转到有问题的地方 才能够去调整权重 那我这边呢先把他的眼镜 这些东西先给呃 关闭哦 所以这边会有一个melvin 呃 non-deformed geometry 关掉 那接着呢 这边你可以看到这个关节呢是呃 就open joint 我们现在选到这里哦 然后这边呢 要用skin 呃 pen skin weight tool 如果 ok 像joopen那个关节呢 我们现在选到 你可以看他影响范围太广了啊 那这一版呢 他比较奇怪的是他在stroke这个地方呢 他的 那个reflection 不知道为什么是关闭的 所以这边呢 我们现在是这样子的 先b按着不放 再加滑鼠左键按着不放 调笔刷大小 然后再来呢 我们影响范围绝对不可能是呃 会到鼻子嘛 所以这边呢 我现在直接用replace置换 然后他的这个数值直接改成0 他的不透明度是1 所以呢 然后再画完以后呢 我会用镜色的把这个管这个 这个一边画出来的这个权重的弄过去 我们这边看一下 呃 好 他甚至连这个地方都不应该影响啊 他在动的时候 因为这个是open joint 所以他上存的地方应该也不会影响 好 先这样子 那再来呢 我们先把那个权重呢 先去进射啊 所以可以做mirror skin weight mirror skin weight mirror这边呢 现在进射是横跨X 呃 Y跟Z走 YZ 然后YZ呢 应该是positive to negative 就是正正的X到负的X 所以这边可以做mirror 所以你可以看到另外一边也OK了 那再来呢 我们可以把它operation改成smooth 先flat flat ok ok好像有点问题了 觉得刚刚还没那么大问题 对先mirror joint mirror skin weight ok 好 再来呢我现在再做一点调整 因为我觉得这个这个方向其实不太对啊 因为他一般来讲应该是往这个地方动的OK 好所以呢这边我再去画他的权重啊 因为现在就是示范这个地方 pen skin weight ok我们再打开来 刚刚说过啊 就是他上存的地方应该不受影响啊 好那我们这边呢B按着不放 B按着不放 然后这边呢现在把这个 replace呢这边打开来 我这边就 刷这一侧 得像近色的拉过去啊 好一样再mirror一次啊 mirror skin weight ok ok 所以另外一侧也ok了 所以我们这边呢现在再检查一下 在这个地方 哦 哦他其实上面都还是有受影响 哦所以这边呢我们再把 pain skin weight再交出来 好这边呢opacity1 value0 这边只用replace ok 先点到模型 再把刚刚那个工具交出来 pain skin weight ok 那 smooth先flot看看啊 flot就是整个 他这个有点奇怪 因为照理说这个 这眉毛的地方应该不会受影响 而且on do不回去 有点奇怪哦 可能是因为呃这个模型可能之前已经翻过skin的吧 哦 所以呃 这边大概主要就是这样做啦 哦如果你是那个之前都还没有套过的应该不太可能出问题 那也有可能因为这边有cluster吧 这个都有可能哦 那我这边呢再选一次 pain skin weight ok 再用replace 而且其实flot应该不会出问题哦 这会出问题应该可能跟 现在这边已经绑了cluster有关哦 所以这边现在设 设 是replace 然后opacity 对对对可以 好 这边可能 我先smooth看看哦 直接用图的 这边 replace 这有点奇怪 这好像是受cluster的影响啦 这应该是受cluster的影响 对 所以我现在可能等一下这边选到 and skin weight 这边做一个mirror 好 然后这边的cluster我先把它删掉好了 因为这好像cluster也是 也是影响到它了 我现在选到geometry 然后这边 不过这个你应该不用做了 因为cluster应该是你绑 绑完全重以后才会加的哦 所以这边应该没有问题 ok 好这个再试试看了 这应该真的纯粹是这个模型的点 我们看一下它的vertex到底受多少点影响 这看起来蛮有问题的 这时候就要打开我们的window generaledit里面的componentedit 好答案出来了 刚刚在呃 比如说这个点好了 它根本不应该受这么多关节影响 所以你看它这边还有geopen 这根本就是错的 这应该直接要改成0 所以呃 它它显然在显示上面也是有点问题哦 就是 这边应该其实直接改成0才是正确位置哦 那 那 这边的点其实可以全部都受scal影响就好了 所以你可以发现呢 光用图都不行 有的时候在这边直接key 会比较好 比如说你这边这个 呃 这个geopen呢 直接输入0 它的位置就正 这个才是正确的位置哦 然后你的neck3 其实根本应该是0 才对 不过因为现在这样子 我这样key会蛮危险的哦 我先undo回去 对 刚刚这个在这边 我先把它undo回去哦 回去以后我这边呢 现在 再回去看 这个可能跟我们的显示方式也有关系哦 penskin weight打开来 它现在的display这个地方也是好像 这个蛮有问题的 嗯 好 这边你可以看到geopen geoc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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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ochin原来是 我刚一直刷错了 这其实应该是geo open 所以geo open这个地方 我现在刷replace 对 然后这边应该是0吧 对 这样就应该正常了 这边在 mirror好了 mirror skin weight OK 这边B 加画出左键调整 OK 好 这边呢我先 往这个方向拉 再用penskin weight 再用penskin weight 这边再replace 然后是0 然后是0 然后在mirror 差不多了啊 那其实 我先increment的save好了 他这边再试试看改成用flot smooth smooth 然后在flot 有这就快了OK 然后在这个地方也是0才对啊这边一样是改成replace 然后在 因为口腔里面这个应该 上面的口腔应该不会受影响了所以B按着不够 放 小一点这边再刷一下 好像刷太多了 这边在mirror OK 然后再用smooth operation做flot 里面这个也是啦但你里面这个要修其实有的时候你是可以直接就修 选那个vertex直接改还比较快啊 你可以到这边来看 呃 jopenjoin的0没错 jochin 应该也是0才对因为下巴那根关节 应该也不会影响了jochin是这一根 这根 所以他这个影响根本就有问题了应该改成0 所以有的时候你直接用key的还比较快啊 OK所以他位置就应该比较正确一点了 OK 这边也是啊 jochin 0 0 jopen 0 这几个点都不知道干嘛是不是都有问题喔 所以这边我就直接用选了算了 我们可以看到jochin 跟open应该都是0 就正常了所以我们这边呢先把object mode的选起来然后再 呃 先 pan skin weight 这个先 打开来以后呢做smooth flood 这边在 这边在 用mirror skin weight OK 所以这里面大概反正你觉得有问题的东西你就是直接可以选点然后去看一下 这边 用刚刚的window generaledit里面的componentedit 那一样这边是jochin跟jopen应该都是0 你可以看到位置就对了有没有 可是有时候很讨厌的就是 他现在画权重的工具跟以前真的蛮不一样的 不知道为什么图好像还图不到 这边我们再把这个视窗拉开一点OK jochin jopen OK OK看起来差不多了但是还是有些问题了我就不做完了因为其实基本上大概就是这样子 就是你发现有问题的地方其实你可以直接用key的大概是这样子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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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